大家好 我这里有日盘三角埋 前置视频给大家分享过 就是给它换盘施肥了的 然后到现在大概有一个星期的 今天主要做的目的 就是给它把这些生长优势 这些青芽给它修剪掉 如果你没有继续给它修剪掉的话 它会影响另外这里 这些芬芽会影响它的生长 所以像土长这个 必须给它修剪掉 这样它就不会消耗太多的养分 所以就会有更多的养分 攻击到这个新崖这个新芽上了 修剪是有讲究的 就是在这个芽顶下来 大概五厘米这些地方剪掉是比较好的 不要给它剪得太下 修剪完整就要 为了防击它出现这个导服 或者是导服或者是网液的情况 建议大家使用这个磷酸辣军脚 给它二十天喷洒一致是比较好的 就是往这个页面 正方面给它喷洒就可以了 这样就可以防止它出现导服 或者是网液的情况了 好了 那么今天就给大家分享这个三角麻油 这个小纠结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